高辽大桥春节前已经开放通行 苏解了花莲193县道基民绕道前往 台九县及玉里正区的困境 不过基民抱怨变道弯起又颠簸 弯道处未射反光镜 无法看到对象来车暗场危机 高辽大桥四座的十公尺长行钢便桥一座 其三十公尺长行钢便桥两座 变道其变桥宽度巾为六公尺 膝底铺设混凝土作为临时路面 而居民表示变道挡不住台风 好大意的侵袭 还是希望大桥能尽快完成重建 保障居民行的需求 那我们预计这个大桥的重建工程 在今年的五月或者是六月的时候 来进行工程的发包 那工程发包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预计它的工期是24个月 县府表示高辽大桥重建经费 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定9.9亿元 目前县府已有规划设计公司办理基本设计 但最快还是要等到2025年中才能通车 这段时间193县道居民来往台九县 可以使用大桥变道 目前才日间通行 夜间台风大雨则禁止通行 超过15度以上大行车也禁止通行 请拥路人务必留意通行的时间 严实新闻法务华林毅力采访报道